哪一天你的车被人给偷了 那么 就可以靠GPS定位找回来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熊 今天已经回家了 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迫不及待的拆 装备 看这是什么装备 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我的摩托车 又给它增加一个新装备 没错 就是行车记录仪 超高级的行车记录仪 魔旅必备啊 然后这个是上路超高级录像 还有光学防堵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骑行的过程中 会经常遇到大暴雨啊 下雨啊等等 这个就不怕泡水了 是防泡水的 而且还有停车碰撞 自动开机录像诶 哇这个好 哇 有停车在那里上 你看的 快点 快来绑吗 我装 不会装新车记录仪 赶紧的 一天天的 不干净正经事 就记得钓鱼 走了 回家了 赶紧帮我装 我咋感觉 我又给我爸出难题了 哈哈 现在研究 看怎么弄 怎么走那个线 那我来不了 在了 我来不了 这次装的新车记录仪 是这一款 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些配件都在这里 经常会有人问我 小熊 我买了一辆新的摩托车 我要不要装行车记录仪 会有人问 那我给大家的答案是什么 有条件 一定要装 没有条件 我们也要创造条件去装 你要进城区 进市区 万一 不小心发生了刮碰 或者刮叉 你没有刮到人家 或是不是你的责任 明明是别人的责任 那这个责任怎么发分呢 那交集也是看证据的 对不对 万一你正好运气不好 那段路 它是没有监控的 你怎么办 明明不是你的责任 你又嘴说不清呢 那就行车记录仪 潘向用场了 对不对 也有网友问我 说小熊 你看我的车头上 装了360了呀 我时时刻刻都是打开的 在记录的 不需要装这个行车记录仪 但是我再给大家说一下 行车记录仪 跟360 它是两个会一样的 记录方式 概念不一样 这个360呢 它是短暂 短时间内的拍摄记录 你不可能 你新摩托车 洗8个小时 开8个小时 首先第一个 内存没那么大 第二个呢 它的那个电 没有那么多 而且耗电量 都是特别大的 但这个行车记录 就不一样了 行车记录 它是跟我们的摩托车的 这个电瓶 是接到一起去的 就是你摩托车 在行驶的过程中 它一直都会通车电的 而且它的内存 都是比较大的 有一只 还可以覆盖 比如说几个小时以后 一天两天以后 它是自动 把前面拍的一些视频 都是覆盖掉的 这样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永远永远 都是一直在拍摄 之前我妹摔车 截图的那个片段 都是来自于 行车记录里的 它这个还挺大的 这个行车记录里的 存储空间 是C10G以上 高速卡 最大支持128G 可录像12小时左右 不被覆盖 64G可录像 6个小时左右 还有GPS功能 如果说你们买的摩托车 它自身不带GPS定位 那么装上这个行车记录仪 它也是有带GPS定位的 哪一天你的车被人给偷了 那么 就可以靠GPS定位找回来 这些都是行车记录仪里面 配件跟线啊啥的 那这个就是GPS定位了 这个 然后这个是前后摄像头 它这个是这样子的 现在正在调试 这个镜头的高低 好了 我的行车记录仪已经装好了 看 其实行车记录仪啊 这个方式装才是最科学的 行车记录仪的屏 可以看得清 然后的话 我的显示屏 然后再加上我的手机支架 是不是 三个屏 它是同时进行的 一二三 有的行车进动仪呢 是装在这个车马上 我个人的建议 还是装在这个位置 这个屏还是很大的 看得特别的舒服 当然有人问 说小虫 这个行车记录仪 它有个功能就是 安全守卫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的车停在这里了 它也会实现监控 就比如说我这个车 被人给动了 他会偷偷的把动我车的那个人给录下来 那当然有人说了 那如果说是24小时 一直看着是不是很费电 No 它是有人晃动这个车 它感应到了 才会录像 如果说没有人动我的车 它是不会录像的 不用担心这个电够不够有 或是电瓶的电 被它耗完 这个完全不用担心的 这是前面的摄像头 这是后面的摄像头 漂亮吧 行车记录仪呢 也已经安装完成 接下来我们又可以继续出发了 猜猜我们下一步要去哪里 还要去哪里